為了要反對地方涉及醫療費器處理中 前朝燈頂的紅燈人丹醫療交際人 中美在13日 在日新國中新醫療環遊動醫療費器物主救會 打算命控制改革 對處環保局表示 地方要涉及醫療費器物 是在民國99年就接受了入住提出的請求 另外嚴格先走後才合定 過過程都是符合相關規定 這七項的 我們核准它的七項醫療費器物的處理 都是依照法規規定的七項 這七項都是在我們所謂的那個 社會器物儲存清潤處理方法 去設施標準裡面的七項 它是必須要經過重點處理滅菌的 所以不是我們特別準的 博能的七項 是在法規規定七項裡面的 對外界上都志義醫療費器物處理中 會對地方散心的空氣水上購購無量 環保局局長表示 醫療費器處理中 是採用高溫高壓 整體不睡絕對不會造成電影污染 就連醫療費器物也都是 專程我們都五度以下 冷凍車的運送 在技術面來說是相當安全 這是一個滅菌 高溫高滅菌的一個設備 不是紅化爐 然後也不是在燒屍體的 也不是它也沒有掩埋 它也沒有紅化 它也沒有所謂的會產生大惡性的問題 它也沒有所謂產生重金屬污染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很嚴格來審核這樣的案子 因為它現在也只是第一階段的通過而已 就設置許可嘛 那接下來說來營運許可部分 我們還是必須要做一些測試 主要究竟要強調 無論醫療費器長只通過頭一齊的心臟 所謂的經過試驗才有法度英文 但醫療費器長如果無法通過試驗 也有可能無法度英文 另外環保協表示 現在都會正應因為技部要來基盤的說明會 給民眾驚訝了解 記者聽聽 蔡宏報道